你好,我是劉乃爸 那我们这一集要讲的 这个是第六集了 我们这一集要讲的就是Google AdWords的关键字广告 Google AdWords,这应该叫S AdWords 对吧 小写S 小写啦 对 Google AdWords的关键字广告 顾名思义就是在Google的搜寻引擎里面去搜寻关键字的时候 就会出现结果 那其实我的学员里面有比较多大概是四十五十甚至六十岁的朋友 所以我大概会讲的比较粗浅一点 那如果你已经知道的人就可以快转一下 比如说在搜寻里面 现在还有很多人不晓得什么叫SEO SEO 比如说我现在我现在搜寻那个 美甲好了 美甲好 美甲 美甲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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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然 有人登广告 有了 好这边 你看我搜寻美甲这个关键字 然后底下他跳出来这个美甲图案 美甲用品批发 美甲沙龙 有没有 这个代表这些关键字是比较多人搜寻的 比较多人搜寻的 所以呢 你就应该要怎样 你在写文章的时候呢 你就要把这几个关键字词把它用上去 这样子就比较容易被人家收到 好 这是第一个 然后搜寻美甲出来的结果 你看这边有这个地图 所以呢 你到Google地图去 要去登陆你自己的商店 然后要跟这个关键字有关系 所以你的地图也有可能会跑出来哦 然后呢 这个美甲的图片 你的图片 我把这个图片点开给你看一下 在这里 ALT就代表一张图片的名称 你看它写最齐全的新娘美甲推荐 精致新娘从手开始 好 所以我搜寻美甲的时候啊 我不只是会出现文章 它会出现几个东西啊 第一个它会出现地图 第二个你看它出现图片 所以你除了地址 你要去Google Map那边去登陆之外呢 你还要去 你还要尽量在你的图片的ALT上面去加注 你这个图片的关键字 那人家去搜寻的时候呢 你的图片就有可能跑出来 然后人家点了图片之后呢 就有可能到你的网站去 这也是一个图片SEO的做法 然后呢 我这一节是要讲Google AdWords Google AdWords 这个是SEO SEO就是说不用花钱就可以被搜寻到 这个叫SEO 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就是搜寻引擎优化 那但是因为广告在下面 所以我一路把它讲下来 让你了解一下 顺便了解一下SEO什么 然后这个你看Facebook美甲沙龙 这个就被找到了 然后我点一下这个Facebook看一下 你看这边 我上一节有讲到嘛 你去成立粉丝团 为什么 你看粉丝团其实他也很容易被搜寻到 粉丝团很容易被搜寻到 这些都是粉丝团 然后呢 底下还有什么 影片 Google Plus Google Plus 那这个Google Plus 看一下 你要有个Google的账号 然后呢 你在那个YouTube登影片的时候 其实就会出现在那个Google Plus里面 你可以去申请那个Google Plus的账号 那这个对SEO也是有效果的 然后呢 底下这个 你看这个又是Facebook的那个 这个应该是粉丝专页 你看按赞 有没有这个是Facebook的粉丝专页 还有什么 这个就是Blog了 皮克邦有没有 这是皮克邦 这个人叫Blog 好 所以呢 一直到底下 你看 这个才是广告 这个才是广告 然后呢 我点击这个广告呢 去看一下 他这个广告是直接连到他的粉丝团 好 那有 我是比较喜欢广告连到自己的网站 这样帮自己的网站加分 因为自己的网站才是自己的啊 你连到粉丝团 你等于帮Facebook加分 好不管了 反正 反正也许他没有做自己的公司网站 也许是这样 那我要讲的AdWords Google AdWords就是这个啦 人家搜寻关键字的时候会出现你的网站 你看他有写广告嘛 对不对 他写广告 那Google AdWords就是这样 人家搜寻关键字 找到你 所以你要去刊登这个关键字 然后他的AdWords是这样啊 就是说 他没有限制你关键字可以多少组 假设你要设定100个 1000个关键字都可以 好问题是 你的关键字如果设太多 会不够精准 譬如说我就会做美甲的 然后你又跟美甲扯上一点边的 你都全部设定进来 那当然是OK 问题是扯上一点边 你也你也譬如说 护肤 搜寻护肤也跑到你美甲 这个好像有点关系啊 但是毕竟不是那么精准 因为护肤的人可能就真的想护肤 不想要做美甲 所以你要去考量一下 美容的产业我不太懂 如果说你真的觉得这个是很有相关 护肤的人就很喜欢做美甲的话 那当然OK 你可以去把这个关键字给弄进去 给把它设定进去 这个就是adwords 那点击一下呢 可能就是最少3块钱啊 或者是5块钱 或10块钱 甚至50块钱也有可能 要看你这个关键字 有没有很多人在竞争 那我们刚看到这个美甲 还不错耶 只有一个人刊登广告耶 这关键字才一个人刊登 怎么会这样 代表什么 代表美甲这个字 买的人好像没有太多耶 我有点纳闷 怎么可能 因为这个产业这么多人 好 那至少这是个机会啦 如果 如果美甲产业 有啦 你看第二页这边就有 一二三 就有三笔 不过三笔也 我觉得也不算太多耶 好 那这个就是adwords 那如果说你要 Google Adwords 在目前的那个网络行销 懒人包里面是没有教学的 为什么呢 你就搜寻那个 adwords W-A-D-W-O-R-D-S 那Google呢 第一笔你看Google 这边点进去之后 他这边就有一个免费 0800的专线 所以呢 为什么目前都 我是没有教这个课程 因为我觉得 如果你是第一次你要刊登的话 其实你直接打0800就好了 他们就会辅导你 怎么样去刊登那个Google关键字广告 所以 你可以省下一笔钱 就是不用为了这个去买课程 假设你真的是 一刚开始的时候 而且他一刚开始有送1500块 你看他送1500块 让你去刊登广告 而且还提供0800 让你去刊登 那什么样的产业 适合做这个Google Adwords 的关键字广告 B2B或是B2C 其实都OK 那我这边有写 B2B特别适用 为什么呢 因为像B2C的话 目前在脸书刊登广告是比较便宜的 是比较便宜的 因为Google的关键字广告在好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比那个Facebook的广告还要早 然后呢 你要去触及这个精准族群的话 在脸书的大数据会比较多 因为在脸书里面去买广告 你可以去设定他的年纪啊 兴趣啊 年龄层的范围啊 然后男生或女生啊 甚至是地点啊 住在哪边啊 有没有 那这个在Google这边的数据没有像脸书那么完整 所以在脸书那边登广告的时候 如果你的技巧很好 或是你用了熟练之后 你的那个广告费是会下降很多的 那相信之下呢 在你以B2C来讲 B2C就是商家对一般消费者叫B2C 那如果是B2B就是商家对商家 工厂对工厂 公司对公司 那个就是B2B 那B2B我觉得就比较适合用Google的关键字广告 为什么 因为你在脸书上面广告的话 你可能比较难找到B2B的企业 就是你上下游的关系 一个供应链你可能比较不容易找到那个采购 因为企业对企业的话 大部分都是针对企业的采购 买家都是那个企业的采购在负责的 那你要你要登 那个买家企业的采购通常会上Google去搜寻 比如说我要那个塑胶包装 我搜寻塑胶包装 然后去找到塑胶包装的上游 这样子他们搜寻要购买的都是工厂 比较不是一般我们消费者会去搜寻的 像3C啊 像手机啊 电脑啊这一类的东西啊 衣服啊 实际住行的东西 这个是属于消费者的等级 所以在脸书上面做B2B的广告 有一点点困难 你直接做关键字广告会比较快 这个是这一篇流量篇里面 我大概对Google AdWords 关键字广告的一个解释 那如果你是B2C的产业 就是我之前有讲到 其实如果你完全不下广告 你也可以经营 但是就是比较辛苦 好像我个人我是经营的 我是走比较辛苦的路线 因为我希望做长久 虽然他比较辛苦 可是他很长久 为什么 因为我很努力地去经营 那个Blog的文章 就是我很喜欢写 那我也觉得我想要把它写下 有个记录这样 就是你脑袋消化过的 吸收过的知识 你把它写下来 你会觉得有一股成就感 而且有很多客户 会从我的Blog文章去了解我 还有了解我的服务 那我以前在卖伺服器 也是写了很多大量的Blog 然后很多 很多人是看了我Blog 然后知道我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 然后找我买那个伺服器 所以我觉得写Blog 它可以长长久久 但是你要确认 那个Blog会永远存在 我之前有分析过 对我之前有分析过 哪些Blog会比较永远存在的 哪些Blog是比较有风险的 那完全免费的Blog尽量少用 除非像我自己用Wordpress.com 它是完全免费 但是它也有付费机制 像这种模式它不会 不会说倒就倒 这是比较安全的 好那我们下一节就来讲 很好玩 而且很有效的 YouTube影片行销 下一节再见 拜拜